诸葛亮至姬黄忠 黄忠老将的脾气秉兴啊 诸葛军事都给摸透了 这老头就有这么点怪脾气 你要说这事办不到啊 他非把它办成了不可 今儿你不是说这定军山难取吗 这夏侯渊难对付吗 我一定要刀斩夏侯渊 得过定军山 而且这次 老将军连副将都不要了 您只要是给我一哨人马 我准能大功告成 如果斩不了夏侯渊 我愿意把我的人头献给军师 诸葛亮越说不行 他越说行啊 诸葛军事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 不能再激了 再激啊 老头非气出病了不可 那只好给了老将三千人马 可是诸葛军事告诉他 黄中老将 你虽然不带副将 我也需要派一个人跟你一同前往 老将军一听 哦 军事啊 不知您要派何人 随我黄中去战定军山 我派法效职随老将军一同前往 哦 老黄中看了看法政点点头 心里很高兴 听说这个军事啊 替我想的真周到啊 法政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 此人足智多谋啊 派他跟自己去 等于是派了一位军事啊 那黄中怎么能不高兴呢 当即点齐三千人马 离开了大营 沙本定军山去 老将黄中遭了 诸葛军事 传令赵云赵子龙 你带领一哨人马呀 按随黄中将军 如果老将取了胜 你就不用露面 如果黄中老将有失 请你出马相助 不得有 遵令 赵云领领下去了 这样啊 诸葛军是还不放心的 他又派孟达和刘峰 带领三千人马 暗暗的埋伏在定军山附近 多代荆棋 只要是黄中老将 和定军山下回渊 怎么一交锋 你在漫山遍野 便插荆棋 以撞军威呀 此之位移兵之计 不得有 孟达刘峰领令下去了 诸葛军事又传了一道密令 这道密令传给谁的呀 马超马孟起 什么事儿啊 密令吗 军事秘密 那哪能说呀 让马超是如此这般呢 按令而行 最后诸葛军事让老将 炎炎去守瓦口关 换回张飞和魏延魏文长 同取汉中 诸葛亮军事 安排的这周到 看来这次啊 西蜀是下了功夫了 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哟 这边布置的可称得起是滴水不漏 那边夏侯渊急了 夏侯渊早就听到禀报了 第一个来给他送信的 那就是张和和夏侯上了 说天荡山丢了 夏侯得被斩了 那位替兄报仇的韩昊将军也完了 把粮仓没了一个 夏侯渊就有点着急呀 现在听看到怎么一说怎么着 刘魏和诸葛亮亲自统兵十万 派赵云为先锋 要取汉中 这玩了得 不用问呢 他的兵马必然先取我的定军山 定军山乃是汉中南正之屏障 这儿有点差池 南正就不保了 他赶忙写告急文书给曹宏 曹宏啊 一点没敢担我连印 把这告急文书送往许都 交给曹操 曹操打开了这文书 这么一看 净打了个冷战 哎呀呀 他拍案而起 磕脑啊 磕脑 这刘魏还了得 他已经亲自领人马进兵汉中了 要取我的南正 哈哈 现在曹操在后悔了 后悔什么呀 当初啊 收张鲁定汉中之后 得龙望鼠就对了 我这么一犯犹豫 就把兵马撤回来了 这是我的过错 现在刘备来了 这怎么办呢 他赶忙聚集文武 商量对策 曹操手下的长使刘烨这么一听 他的大王 您可不能再干戈了 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 要取咱的汉中 如今只有大王您 御驾亲征了 不然的话 恐怕汉中有失啊 嗯 曹操点了点头啊 刘先生所言极是 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老夫当初就不应该回兵 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 只有我亲自去 生擒那大儿贼 当时传令 点齐精兵四十万 明天就要离开许昌 曹操要亲征汉中 去会刘备 这次曹操出动 可与往日大不相同 不同在什么地方 这气派太大了 皇上的鸾架 全归了他了 齐罗散善金八岳府 执掌权衡 蒙居勉 正当中 一把销金红罗散 两旁根八八六十四面 龙凤旗 再看曹操 头戴金关 欠一宝光华四射 身穿锦桃 龙探着 莽三身 海水江崖 腰扎玉带 华下其逍遥马 金安玉佩 黄荣思江 他身边有两万五千名 龙虎军保驾 盔甲经其分五色 是红黄蓝白黑 手持刀枪剑戟 以邓棒阁谋 称得起是甲昼鸣 京旗碧日 威武雄壮 光辉月眼 比玉林军都威风 曹操派大将夏虎敦为先锋 曹修为后应 自己亲率文武 刚一出城 汉县地 在长亭敬酒 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秋天 离开了许昌 兵笨汉中 这时候呢 是秋风送爽 天高云淡 正是用兵的好季节 曹操这一路上 心情很舒畅 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 黎民百姓都涉百香 按是焚香迎送 噢 曹操这一路上 这神奇大了 兵马一出通关 曹操在马鞍桥上 指木这么一看 啊 他忽然发现 一片秀林 哼 这树木长得就好看 那个漂亮 怎么这么整齐 哎呀呀 曹操心想 我在通关这核过往多次了 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座林子 其实发现过 那几次和这一次操作的心情大不相同 那是什么时候啊 与马超交锋六战同关的时候 差点叫马超把他给收拾了 革虚气袍 卫水必见 他哪有功夫看什么树林呢 如今的心情不一样了 自领卫王了 光说是称王称霸呀 那真称了王 很了得呀 不管怎么说 现在您刘备孙权呢 都比不上人家曹操 人家第一个 自封魏王了 常言说人风喜事 精神爽啊 现在曹操正爽着呢 所以他呀 看坑路边的景色呀 也有这闲情一致了 他问这手下人 前面这是什么地方 有人赶快回禀 这儿叫蓝田 树林深处可有村庄 启禀大王 有个庄子 叫菜庄 哦 一说这菜庄两个字 曹操一愣 他在安桥上碾然沉阴 牧师的这一片树林 想了想 哎呀呀 曹操猛的想起一个人来 谁呀 蔡英 曹操啊 对蔡英的印象非常好 他跟蔡英啊 关系也不错 不过这个人 现在已经过去了 但是曹操知道啊 蔡英的女儿蔡衍 还住在此处 这蔡衍是谁呀 就是那位蔡文姬呀 曹操当即传令 让人马陆续向前走着 自己带着谋士 喝些亲随武士 到蔡庄 要看望看望蔡文姬 这位蔡文姬呀 是曹操花重金 从北方匈奴那儿 把他赎回来的 在战乱时期呀 蔡文姬被匈奴给裸了去了 曾做过 曾做过胡家十八拍嘛 胡家十八拍 一拍一个曲子 一拍一段词 词女才华过人 曹操把他赎回来之后呢 就亲自做主 把他许配给董次为婚 今天既然从这儿过 曹操很想看望看望他 在庄前一下马 哎呦 把蔡庄的百姓吓坏了 全跑家里藏起来了 门全关上了 不知道从哪儿来了 这么一拨人亡 一看为首的这位呀 还真善人 曹操 挂着宝剑 大妈大样的走进了蔡庄 怎么一人看不见呢 好容易 找着了这么一位 跟他一打听蔡文姬在哪儿住 人家用手这么一指 说在东头路北 最大的那个院子 就在那儿住 曹操来到中门前一扣门 家院出来了 家院开门一看 吓得倒退了两步 哎呦 杨修赶囊上前搭话 说你不必担惊 这是魏王 魏王曹操从此路过 特地登庄拜访 蔡文姬 请你回禀一声 家院赶忙跑里边报信去了 夫人蔡文姬 这么一听 有贵客临门 亲自出营了 把曹操给让进了客厅 感情董事没在家呀 要不怎么蔡文姬 自己出去接去呢 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 上前识大礼 因为曹操对蔡文姬有恩情啊 文姬呢 常常提起此事 十分感激啊 所以对曹操也特别尊重 再看曹操带来这么多的文武 蔡文姬亲自招待 拿什么招待 用陕西三宝吧 石榴柿子大红枣啊 那盐川红枣都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了 有三十多个品种 最上乘的得说是调枣 狗头枣 肉厚 虎小 含肠量高啊 林同的石榴 那大红田 净植田 三白田 这位蔡文姬啊 把这点土地产全拿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 吃完了水果啊 就白酒款待用 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拔 曹操在这儿也不客气 很随便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喝着喝着酒猛这么一抬头啊 呦 只见呢 在这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画 喝 这画画得可真有气魄 画一条大江啊 是白浪拍天 水雾弥漫 在江边上 趴着一个小女孩 背上背着一个老头 在这个江岸上 还有一座庙 庙前立了一桶碑 曹操问蔡文姬 蔡言啊 这是一张什么画啊 哦 文姬威然一笑 回禀丞相 这画的是曹娥江啊 哦 曹操一听曹娥 这是个小女啊 二十四孝里边有她呀 不错 随着蔡文姬啊 就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说这曹娥呀 非常孝顺她父亲 她父亲呢 这个人很会歌舞 有一次五月五日啊 龙中会 这老头高兴 喝完酒就在这船上跳 一失足啊 掉到水里去了 那年曹娥才十四岁 听说父亲落水了 她赶忙出来呼救 好多人下水打捞 捞了半天 也没捞上来 可怜的小曹娥呀 整天围着这江边 哭她的父亲 整整哭了七天七夜 小曹娥一头扎到江里去 过了几天呢 说是有人看见了 曹娥背着她的父亲 从水里浮上来了 爷儿两个都死了 曹娥校父这个事 就感动了当地太守杜上 杜上把这事啊 奏明朝廷了 皇帝也很感动 皇帝下了一道旨 给杜上 让给曹娥呀 修个庙 立统碑 以作纪念 得写个碑文呢 杜上接旨之后 他自己亲手做碑文 杜上这位太守 很有才学呀 哭她这种写呀 大写了二十多天 写了一份 他不满意 又写一份 还不满意 最后把写的那全扯了 看来自己写不成了 怎么办呢 就在这衙门前边 挂了个招显榜 谁要能写好曹娥背文 重赏千金 哼真给钱啊 挂了有仨月 也没人来接这房 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小孩 才十二三岁 这小孩啊 长得挺可爱 宽脑门尖下颗细眉巴 大眼睛 前发齐眉 后发盖 还留着个冲天处的小辣签 上身穿着个小砍尖 下身一个小裤衩 光着脚穿两个草鞋 鞋尖带背啊 背着一个小竹笛 手里头拿个柳条鞭子 一看就看出来了 是个放牛啊 这小孩 到了衙门前 看来看这榜门 蹭他往起一蹦 呲啦 他把榜给撕了 呼噜 惊动了看榜的武士 赶忙 秉明了太守 杜尚啊 就把这小孩给请进去了 请在衙门里头 说你既然接绑 你就能写这碑文呢 这孩子说不错 我能写呀 您就给我准备笔墨吧 啊 好啊 赶快把笔墨准备好了 好多人都替这孩子捏把汗 心说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孩子把牛放哪了 跑这儿来写碑文来了 你写得了吗 你 这小孩把笔探饱之后 看了看 杜尚微微一笑 把笔又搁那了 大伙一看坏了 这孩子他写不了 小孩乐了 哼 诸位 我这么写写不了 杜尚赶忙问他呀 说小才子 怎么您才能写得了呢 您得给我倒杯酒 让我注注信 不然呢 我是失信难发呀 哼 周围的人都差点乐了 心说不知道这孩子才学怎么样 这派头倒不小 哦 还失信未发 你瞧 先来两杯酒喝 你能架子住那酒吗 喝完了之后 跟小磕头虫似的 你怎么写呀 好 给他倒两杯 倒上来了 这小孩啊 哎 不喝两杯 就喝一杯 哼 哼 小嘴一抿一抿的 打回家 嘿 这有点意思啊 那么这酒喝完了 那么酒杯往那一放 就把笔拿起来 只见这小孩 那冲天除小便那么一晃 那小眼睛 瞪着个溜元 精神头满足 是提笔行书啊 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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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 文不加点 什么叫文不加点呢 不是标点符号 就是一个字也不改 一个字不错 不再图改的 说勾勾画画没那事 一气合成啊 写完了之后 啪买笔一扔 诸位 再会吧 千金不要 我尽义务 哎 诶 诶 长大 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 小才子尊姓大名啊 我父姓寒郸 单字名纯 诶 今年您高寿 嗨 杜尚一想 这哪够高寿啊 您多大了 我十三 说完了 小嘴一脸 冲杜尚一笑 晃着小便 吹着小鼎 他跑了 这孩子跑了 肃上把这碑纹拿过来这么一看 当时是目瞪口呆 称目结舌 怎么了 这文采这么高 你瞧这碑纹都写绝了 咱们谁能写得了 快快快 找石匠马上建碑 就被这大疆叫做曹娥疆了 又修了个曹娥庙 庙前立下了这种碑 把这个碑立完之后 这事儿啊 就传到了蔡庸的耳朵里去了 蔡庸呢 那当时是厚瀚第一流的才子 他听说这孩子的碑纹写得这么好 蔡庸不远千里 跑到这儿来 来看这碑纹 可惜那天他来晚了 天黑了 这碑纹看不见 怎么办呢 蔡庸就用手摸 能把这个碑纹上的字 他都能摸着认下来 您说这绝不绝吧 所以呢 给这碑起个名啊 叫三绝碑 是曹娥一笑 为一绝 孝女 韩单纯 做碑纹 才十三岁 文不加点 为一绝 蔡庸呢 看不见这字儿用手 能摸着把它认下来 这也是一绝 所以叫三绝碑 蔡庸啊 看完了碑之后不是吗 他写了八个字 人们把这八个字啊 也给刻的这个碑上 就刻的碑在后面 奶拔个字呢 黄眷幼妇 外孙计旧 所以啊 后来有人画了这么一张画 是送给我父亲的 我呢 就把它保留下来 哦 曹操点头啊 这画画的绝 曹娥二十四孝 堪称为孝女啊 这二十四孝啊 有的就不可孝仿 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有很多余孝 不过曹操啊 对蔡庸这八个字 他非常感兴趣 黄眷幼妇 外孙计旧 哎 那位先生 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曹操带着不少能人 那感情 四大谋士 都在身边这坐着呢 成语留业 假许阳修 曹操先请蔡文基 把这八个字给他破解破解 文基呀 为然一笑 回禀丞相 我父亲没交给我 我破解不了 也不知道蔡文基 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也不知道是客气还是怎么着 人家说破解不了 曹操看了看这几位谋士 几位互相看了一眼 谁没言语 怎么回事呢 大概是本着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不知道的咱别跟着瞎说 蔡庸 谁比得了啊 人家多大这文采啊 人家写出这字来 字有很多的隐意啊 咱破解不了 瞎说半天 算了吧 只是阳修坐在那 看着那八个字啊 不住的点头 曹操看了他一眼 也没说什么 这事情就接过去了 饮酒之后 蔡文基想留曹操在庄上盘缓几日 曹操已经不行了 我这是去西征刘备 回来我再看你吧 曹操辞别了蔡文基 用着文武离开了蔡庄 走出三里路来 曹操回头叫杨修 呃 杨主布 那八个字你想起来了吗 我现在可悟出点道理来了 就是说我明白了 杨修哈哈大笑 兵丞相 刚一出蔡庄 我就把那八个字卸开了 黄卷幼妇 外孙计旧 黄卷 就是黄婶的丝绸 乱脚丝 一个色字 这字念绝 幼妇呢 少女 女的边 一个少字 这字念妙 这色字是俩字 绝妙 外孙 女儿的儿子 外孙呢 女子 搁在一起 这字念好 孙旧呢 那个旧啊 就是药铺 有时候用那碗盐药 跟个小盆似的 那不叫储旧吗 这孙旧呢 应该念词 古写的词啊 是接受的寿 旁边一个心字 辛辣的心 那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这心呢 代表五味 苦辣酸甜咸 你把五味 全搁在一块啊 这旧受不了 旧得辞退 辞出 后来呢 这字改成言辞的词 蔡雍写的这八个字 黄卷幼妇 外孙既旧 实际是四个字 这一句话 绝妙好词 杨修一番话 说得草草 扬天大笑 杨主布 你的学问 比我高三里低 中文我也都笑了 夸了会子 得了继续赶路吧 达马扬鞭 追上前面的人马 在路上飞止一日啊 人马来到了南中 曹红听说 魏王亲自捅兵来了 他赶忙是出城迎接 把魏王给接进了率府 就把张和几败 怎么丢的瓦口关 以及屯粮的天荡山 也失落了 现在刘备和诸葛亮 领着人马出了夹门关了 他派黄忠攻打咱的定军山 夏侯渊 知道大王您亲自领兵来了 现在夏侯将军是固守定军山 未曾出战 请大王定夺 按现在的话来说 曹红是详详细细的汇报了一番 曹红听完这番话点了点头啊 他告诉曹红 说圣败乃兵家之常事 张和虽然失了这座瓦口关 也不能算是输 人家打了不少的胜仗 哪能光计败不计胜啊 所以这算不了什么 不过这夏侯渊手的定军山不敢出战 这不好 曹红立刻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 派人火速把这封手书送给夏侯将军 夏侯渊接到曹红的信打开了这么一看 这信里大义写的是什么 他说凡为将者 当以刚柔相继 不可徒持其勇啊 若但任勇 则是一夫之敌了 我今屯大军于南政 欲观清之妙才 勿辱二字可言 这妙才俩字写的有意思 怎么回事呢 夏侯渊 他字叫妙才 说我要看看你 这仗怎么打 夏侯渊看完了这封信 他是喜出望外 当时勒鼓俱将 当众把这信念了一遍 他告诉他手下的文武 现在大王已经率人马屯于南政 我等岂能死守此山 夏侯渊的话刚说到这 跑进一个探报来 禀报夏侯将军 说山下皇忠讨战 哎哟 老皮肤来得好啊 荒忠到日 正是来夏侯将军 见功知识 不怕 下雨了 再忍 好啊 后来 你啊 你呀